我们今天店里来了一个招呼的客人 他学摄影 然后又看海外流水回来 黄星号经营的探险频道流量下滑 碰到从小失散的新梅竹马林辉明 从海外归来 两人一起挖掘探险景点 身为新圣诞演员 发挥精湛演技 观众耳目一新 只是拍摄途中一度碰上意外 那个声音越来越近的时候 才听到是工作人员在喊 快跑啊这种 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往外冲 我们第一时间就被 制片组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们 带到车子上 开拍第三天 巨组到台北竹子湖黑森林趋近 突然遭到虎头风攻击 包括摄影师灯光师等11个人 遭到遮伤 9人送医治疗 另外两人也自行就医 有点难过啦 因为看到他们受伤 第一时间不知发生什么事情 幸好还在原处等待没有受伤 而这次年仅24岁的林辉明 调大梁主演 合作30岁的黄星号 25岁的郭宇成 新鲜的组合备受期待 应该是就是 如果外貌的话 应该是第一眼是吸睛的 当然最好 加分效果 对对对 很有自信 我在讲你们啦 纯粹的心 然后最单纯 然后最真诚的态度 去面对到每一个剧组 为角色做不少功课 同样是新生的男性 23岁的朱宣扬 也在剧里展现青春活力 让这现在的心脏 高兴啊 不高兴 医疗喜剧由蔡淑珍 打档朱宣扬 两人大谈姐弟恋 朱宣扬还挑战半鸡童 活灵活现的表演 备受关注 让戏剧圈多了 心血注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